然後那個 呃 油加粒啊 薄荷都是葉子有沒有 植物的葉子 植物的葉子平常在幹嘛 他們平常在呼吸的 所以很多的葉子類的精油 它都是 幫助的 喔 真的喔 對它是做光合狀的呼吸 對應到的就是呼吸型 那如果有些人他會買什麼 玫瑰啦墨益金融 這個花啊 整個植物熟識也很微乎喔 啊那種熟識也就是臉 所以很多花的葉子 都會對美容保養 葉子是錯的 然後我要說什麼呢 這個填層啊是果實有沒有 果實有 所以很多那個果實類的 柑橘的果實類都是對消化 這樣 所以你們之後就可以想說 欸我要選葉子類 它通常都是對呼吸型 那如果選那種柑橘類 它通常都是對消化生物 這很神奇的 跟植物的那個長 長相跟對應的那個 身體的好關係 是滿有關係的 那最重要的是說 其實啊那個研究是有發現說 像填層類的東西啊 你穩久了啊 有些那個憂鬱症的人啊 他的憂鬱症比較不會打住 他會比較讓你很開心 我們剛剛那個 薄荷不太一樣喔 薄荷比較像說 我要冷靜了啦 我自己冷靜了耶 但是填層啊他是 兩個不一樣 所以呢填層他會更正向樂觀一定 所以我自己也滿喜歡填層機的 最重要的是填層不會像剛剛那些精柔 就是也是兩兩次次的 好 好然後剛剛也提到說 像有一些 有一些媽媽也是來做乳乳照 他就說小朋友有痰痘症 我們都是給他加乳 大部分都可以 因為他沒有那個什麼 帳號的東西 所以填層也可以吧 而且填層又甜點 填層精油又很甜 好 好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來做 我們就要來做精油囉 好這個精油的話是滾出品 好所以咧你們呢 可以就是這樣子抹一抹啦 按抹啦 抹頭啦都可以 好 那我們要做 怎麼做這個滾出品呢 好第一個的話就是說 我們等一下會給你兩個精油 一個是薰衣草 一個是甜層 好 大家公家 大家公家 我剛才有分好組 我等一下再麻煩那個 製工們幫忙一下 就是加薰衣草跟甜層 那剛剛也有講過說啊 其實最好這個精油不要直接使用 最好的話還是要稀釋比較好啦 因為剛剛給大家就是一點點 其實沒關係 那最好的方式呢 我們是會加這個油去稀釋它 等一下我們給大家這個油是芝麻油 芝麻油 芝麻油 那 怎麼做呢 來選擇 等一下這個 精油給他 我等一下這個這個精油給他 我等一下這個精油給他 中文字幕——YK